主委 委員好 主委,你當過海軍總司令 我請問你,你知不支持潛艇國造? 支持 你支持 我們現在有提出一個25年8艘4000億的防疫禁案型潛艇 也就是說小型2000噸以下 這樣的潛艇國造計畫,你認為可行嗎? 報告委員,這個還是讓國防部去回答吧 你當過海軍總司令,你認為這個可行嗎? 真要講起來就是說 1776美國獨立戰爭就有潛艦了 所以你支持我們潛艇國造對不對? 我支持 我們國家有沒有能力製造潛艇? 這個我想在國防委員會 他們 國防部會給您做詳細的評估 因為我離開一段時間,我不適合再 那你支持 海獅跟海豹齁 兩艘且筆式的才有潛艇 做所謂的逆向工程的重建,你贊成嗎? 我建議這個還是讓國防部來回答 我認為還是要潛艇國造比較好 重新來製造新的潛艇 潛艇國造 我認為我是支持的 除了一些關鍵的技術 我認為台灣應該有95%以上的能力 來製造一艘完整的潛艇 除了一些關鍵的技術 那外殼、隱形、衛星、武器 大概台灣應該有95%以上的能力可以製造 所以你當過海軍總製 我才請問你這個問題 支持潛艇國造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處境 要去買真的很困難 那潛艇又有它海島型戰略的價值 潛艇可以拖延敵人的攻勢 可以保護水上的這些艦隊 它有很高的戰略價值 所以我們是支持潛艇國造 同時 國防自主工業 未來也可能成為下一個產業的龍頭 它那個整體的那個工業的產業鏈 它可以帶動整體國家的經濟 甚至創造GDP 甚至也可能增加幾千個工作機會 所以我們現在民運黨有提出 下一波的國防白皮書 很清楚的我們是支持潛艇國造 那也得到你的呼應 你也贊成 另外我再請問你一下 台灣已經是老人化的社會 現在老人的安養已經成為社會最重要的議題 民間的老人安養宴 一闖難求 但是我看到我們的榮民之家 還有閒置的控床高達17%以上 舉台南市的家裡榮民之家 他的控床率高達四成以上 我覺得這個太浪費了 現在地方政府窮已 對這些私自孤苦無依 中低收入戶的弱勢老人的安置 都非常頭痛 我希望榮民之家 在優先照顧我們的退府榮民之外 應該釋出榮民之家的空船 報委員 我就這問題跟您答覆 您說 您講的這個事情 事實上從之前的幾任主委 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此也都積極在做這個事情 包括我們在內 我是請我們的救養處 跟每一個地方縣市政府 都去主動的跟它聯絡 我們願意提供 看你有沒有這些 就是您講的這些孤苦的老人 是不是可以到我們這裡來 到目前為止 我們每 事實上就在上個禮拜 我們還整個都跑一遍 到底有沒有這些需求 剛剛您講的家裡 事實上他在105年完成的時候 他168床裡面 我們可以甚至控支援48床 就是24到48床的空間 我們準備要釋放給台南市政府 我現在手上的資料還有1595床空床 對 16個榮民之家還有1500多個空床 你這個可以提供地方政府安置弱勢 我們絕對願意提供 我們跟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有聯絡 你們有重溫利用 一定是跟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 一定是有問題 我請我們處長跟您報告一下 如果能夠開放給弱勢的民眾申請使用也可以啊 有是這樣子好不好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表我不念了 待會我們就提供給您 試試看我們什麼時間跟他聯絡的 他是怎麼回覆的 這個給您看 因為的確 這個老人照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說我們自己的床鋪 我們有空床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釋放出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釋放的效果不好啊 還有1595床 高達空床率17.7 主要是一些比較偏遠的榮家 比如像這個 那你就釋出嘛 釋出給一般民眾申請嘛 我們就是跟地方政府也談 所以你告訴我們啊 如果地方政府是因為偏遠地區沒有辦法安置的話 或者是地域的觀念 譬如說彰化、屏東 那你也可以釋放給一般的民眾來申請啊 這個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因為的確國家的資源 白河的公司還有150床的空床 我們現在來講 白河就在做促餐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促餐的方式 委託經營釋放出來 就像屏東跟這個馬蘭榮家一樣 我們的300床這樣釋出來 我們最終的目的就是資源的充分使用 對 應該的 這是國家的資產 本來就應該全民來拱下 那我就是希望你這個1595床 看如何要進行所謂的利用 使用率 這個希望你們要趕快 不要讓他閒置在那邊 太多人申請不到民間的安養中心 結果我們還有1595床 我們看到了這個現象 我們也願意釋出 希望你們要趕快加把勁 另外 我們非常關心這個募兵制能不能成功 就是對於未來的 退役的 這些軍事官的 轉業 退輔 是非常重要 退輔能夠成功 那慕名制成功的 機率就更大 但是 我看到你提供的資料 2013年12月份 你們安置的 1096個當中 有314位是軍官 670號是眷屬 是榮眷 基層的士官兵安置 只有114個 顯然 對於基層的士官兵的安置 太低 太少 這個是為什麼 要跟您報告 您的資料來講的話 當然對基層的士官兵 我們常常講 而且幾乎這些榮眷 安置670號人 事實上我們去年來講的話 經過我們福島會 推薦就業的人數是5900 對 而且我們主要照顧的對象 都是服役10年以上 所以這些人來 基層的士官兵 很少服役到10年以上 服役到10年以上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資深的士官跟軍官 所以您看的這個資料 這也就是說我們目前 未來的這個福島條例的修正案 我們希望 那未來退伍會所投資 轉投資的這些公司 他們在徵人的時候 有沒有優先 錄用我們退伍的士官兵 有 有嗎 我現在看到人力銀行 你看那麼多你看 人力銀行那麼多 你們有優先推薦嗎 那如果優先推薦的話 他幹嘛又到人力銀行去徵人 他本來就因他去徵人 但是我們都希望 如果說是退伍軍人的話 能夠優先 包括我現在會數所有的單位 那你就不是啊 你是讓他去徵人 然後如果有退伍官兵來報名的話 來應徵的話 再優先錄用是不是 那不對啊 你應該先讓他把空缺 把職缺拿給你退伍會 然後按照 有退伍的這些基層的士官兵 或者是軍事官說 你們有沒有需要 願不願的來應徵 這個才是安置啊 這個都有 蛤? 沒有啊 我們事實上這些公債都在我們的榮父 我們現在過年後啊 有轉職潮 你看每一家公司 每一家我們退伍會轉投資的公司 天然技公司也好啦 榮民製藥公司也好啦 都有很多職缺 你現在上網去看看 都有很多職缺 我了解 就是說對我們自己 我們可以比較有多數可以控制的公司 我們都會請他們 把他送到我們的 你說你總投資的平均股錢是33% 另外安置軍人的比例是36% 你就以此為滿足沾沾自喜 這是這幾家的公司 因為其他的民股 他也有他的意見 其他的民股很多都是我們 我們是掌握公司的精英權 我們都當董事長啊 沒有這樣子啊 你轉投資的目的 不是為了賺錢啊 你知不知道 我當然知道 安置是我們的目的 可是如果說是私人的公司來講 民間的公司來講 他是以股權來說話的 比如講我們現在新章 你是當董事長 整個精英權就是你在經營啊 你在主導 你負完全責任啊 應該是公司的董事會 難道你們都是酬勇去當董事長的嗎 當然不是啦 你們沒有精英權嗎 有的公司是沒有的 比如像新章 我們是沒有精英權的 你們有精英權的公司 當了那麼多董事長的公司 你也沒有 也在應徵人員啊 你也沒有優先安置 退府的軍事官啊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有多少的股份 我任用的人 你就要到那個地方 你有多少股份才任用 才任用我們退府的軍事官多少人 哪有這種精英方式 你們當董事長 你們就可以全權處理啊 你現在拿給我的報告說 公司的治理啊 他是以董事會為他的 最主要的決策機構 你所有的 就像我們去要求他做任何事情 你們如果沒有專心的去安置這些 退府的軍事官 我們一定會努力的去做 募兵制就不會成功 我們一定會努力的去做 所以我們希望你是 專心的去安置這些退府的軍事官 這個齁 都不應該出現在人力銀行 他們這個齁 老實說 很可能都是要什麼呢 都是要那個臨時工 他們可能都是要臨時工 要壓敵人家的工資 派遣工 對不對 然後啊 讓這個人力公司去賺一手 如果我們直接安置的話 直接由我們公司 我們的精靈主導權 退府的士官兵 我們優先安置 就不用經過人力公司 每一個月人力公司 抽成一個臨時工 九千塊耶 你知道嗎 雖然你付出三萬多塊 但是他只拿到兩萬多 九千塊被人力公司拿去 我們反對這個樣子 我們反對這個樣子 這個人力重制 好像吸血鬼一樣 在這些人力上吸血 那我們退府會所轉投資的公司 我們有能力應徵的時候 優先就從退府的這些人才裡面去找 很多都是行政工作 很多都是一般的技術工作 他們可以做啊 好不好 沒有問題 我們絕對是按照委員的這個 我們也希望這樣做 光說不論啦 每次都在這裡騙我 呼嚨我 我沒有騙過你 我也不會呼嚨你 對啊 那我就請你安置啊 請你像這些人力量 我如果再看到的話 而且是我們 退府會 當董事長的公司 這個不可原諒 這個不可原諒 你應該是讓他找不到人 真的 所有的軍事官退府都安置好 找不到人 才可以去人力公司找人 好不好 我會盯著他 我會盯著電腦看 希望你們落實 軍事官的退府的這些安置 我們絕對是依法依規定來做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蔡委員